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林雄旗的高手大多扎在天津 挂头牌的是三位 环珠楼主 郑正英和龚白宇 还有一人 活着的时候名气更大 但是此人格路 别人都是写小说 他是说小说 他大名白云飞 家里饭盐 赚过银钱 现在还没有花光 他在家排行老四 人称白四爷 白四爷长得怪 属于异类 大身子 四肢短 肚子圆 屁股低 脑袋大如斗 但是他的脑子比脑袋还怪 不但过目不忘 而且出奇的好事 思路快得离谱 他书看得不多 写得反比看得多 最初也是用笔写 可是笔杆跟不上脑子 就放下笔 改用嘴说了 那时候呀 天津卫实行半刊半报 五花八门的报刊往外冒 报刊为了吸引人 就请明家在报刊上连载武侠小说 刊物每记一段 报纸每天一段 小说明家成了热饱饱 天天给报刊编辑逼着趴在桌上 从早写到晚 第二天再接着干 唯有白云飞活得舒服 不写只说 只用嘴巴不费力 要说他活得舒服 还不止如此呢 白四爷好泡澡 他说 一天不泡浑身是土 两天不泡浑身长毛 他在劝夜场隔壁的大澡堂子 华清池 有个担家 甲牌四号 他要的这个四号 是为了跟自己四爷 整队上树 图个吉利 也好记 一年四季 除了大年三十和八月十五 他天天在此 每天整一下午 他先在热水池子里 泡透 泡足 然后光着身子 腰上裹一条大白毛巾 一线甲牌四号的门帘 进去往小床上一躺 澡堂子里的单间 都是左右两张小床 中间一个小方柜子 他躺在一张床上 另一张床 给来找他的人当椅子坐 他躺下来后 小伙计便过来 先搓泥 后修脚 一通的忙 等收拾完了 人像脱了一层废皮 好似金蝉脱壳 轻快光鲜 从头到脚 全都滑溜溜 屁股像个大白糖瓷盆 跟着火鸡端上来几个小碟子 各摆着一样小吃 酱油瓜子 画梅 琥珀 琥珀 花生 大风像 赵家皮糖 和切成了片的水淋淋的青萝卜 还有一壶又燕又烫的茉莉花茶 这些吃喝 有热有凉 有甜有咸 有脆有黏 有硬有软 这种活法 就是市井里的神仙 这时候 门帘一撩 进来一人 穿长袍 戴眼镜 手里提个小兜 一看就知道 是报馆的边际 他往白四爷对面的小床上一坐 一边拿笔 一边拿纸 一边对他说 白四爷 明儿 咱可没有稿子登了 您今儿得给我说上一段 两段更好 说完 对着白四爷 咪咪笑 你是哪个报 拥抱啊 我天天来 您怎么不记得了 天天七八个报馆杂志找我 没钱没后的 叫我说哪段 我就说哪段 哪能都记得呢 我没把你们的故事说混了 就算不错了 四爷 您是骂脑子 同时说七八部小说 不仅天津没有第二人 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人了 白四爷听了高兴 来了神 便说 我在贵报连载的是哪一部呢 哎 你把前边一段念给我听听 我就接上了 这戴眼镜的编辑笑道 这戴眼镜的编辑笑道 四爷 您在我们报上连载的是武当争雄记 我给您带来今天的报了 刚印出来 这就给您念 您听着 他从袋子里掏出一张报纸 捧在手中念叨 谢虎 悄悄叫廖寒英 从怀里掏出帕子 进了水 绕头缠住鼻孔 吹灭了桌上的灯 合一躺下装睡 刀就搁在身边 不一会儿 给大月亮照的雪亮的窗纸上 就出现了一条人影 跟着窗上的人影忽然变大 原来 这人摸到窗前 伸出舌头一舔窗纸 悄无声息地把窗纸舔了个洞 一根戏竹管子便伸了进来 这人用嘴一吹主管外边那头 里边这头就冒出一缕青烟 徐徐上升 在月光里发着蓝光 清晰异常 这就是要人命的迷魂药 鸡鸣五更 反魂香 戴眼镜的编辑念到这里停住了 说道 您上一段就停在这里 好 咱说来就来 我说你进 白四爷来了精神 原先半躺着 现在坐了起来 光着膀子一身白肉 两眼闪闪发亮 一张嘴就把前边的故事接上了 床外那人把迷魂香吹进屋内 半天没见动静 他凑上耳朵听 屋里只有寒声 这便抽出药刀 轻轻撬开窗户 飞身落入屋中 四爷说到这儿 眼睛四处 溜溜地看了两眼 似乎在找下边的词 他一望到 现在房内的两张床 再往上一看 马上把故事接下来说 这人下手 及时利索 身子一翻 左右两刀 分别砍在左右两张床上 发出啪啪清脆的两声 他呼觉声音不对 定睛一看 床上没人 人哪 他心想不好 未及再看 两个人影忽然由天而降 原来谢虎和廖寒英 早就俯身在房梁之上了 不容这贼人反应过来 他俩已经飞落下来 同时四只手如鹰覆吐 把这贼人死死地擒住 三下两下用绳子捆了 点灯一瞧 不禁大吃一惊 同声惊呼 怎么是你 四爷停住了 眼镜边际说 我还没听够呢 四爷 您接着往下说呀 行了 够五百字了 扣子也留下来了 不是说好的 每天五百字吗 白四爷笑着说道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一看 人家三六九画报的老秦 已经站在这儿等半天了 拥抱的眼镜编辑 这才发现 三六九画报的编辑老秦 已经站在了门口 他们都常来 不时打头碰面 彼此认得互不干扰 赶忙撤走了 老秦进来 坐在床上 白四爷喝了几口浓茶 未等老秦开口 便笑道 我在你们那里连载的是花面霞吧 我记得上次好像说道 花面霞正在山间野店 要了一大盘子红烧豹肉 对吗 老秦说 四爷好记性 您缤纷八路 竟然一路不乱 您是奇人呀 您上次最后一句是 他用筷子 从盘子里夹起一大块的豹肉 刚要放嘴里 忽见一个闪闪发光的亮点 迎新一般 带着一股寒风 朝他的面门急迟飞来 想躲 是躲不过了 此时白四爷一边听 一边倚在寻思 他右手食指和拇指 正捏着一片碧绿的萝卜 往自己嘴里送 他眼盯着这两根手指中的萝卜片 嘴里已将惊天一段的开头说了出来 忽然 他手一抖 咔嚓一声 只见两根筷子中间 不是那块豹肉 而是一柄六七寸 荧光耀眼 两面开口的飞刀 好 老秦大叫 秦这开头太漂亮了 神来之彼 四爷说来就来 满脑袋奇思妙想啊 老秦是报业老江湖 懂得怎么给写东西的人 煽风点火 撩动兴致 他这一碰 白四爷赏了劲 历史神采飞扬 大将决堤般地说了下来 不知不觉之间 老秦身边并排又坐了一高一矮两位 也都是来要搞的编辑 这些编辑全都是长山大褂 只是有的不戴眼镜 有的戴眼镜 有的用铅笔 有的时髦是钢笔 有的老派用毛笔墨盒 毛笔头套着铜笔帽 虽然这些编辑都是写手 可是要想笔录 白四爷口寿的小说 谈何容易呢 最难的是 白四爷说小说 生情并茂 出口成章 往往叫听者入了谜 停下了臂 真叫人不明白 他这些小说 哪来的 没见过他 旁人那样苦思冥想 咬着笔杆 愁眉苦脸 也从不把自己关在书斋 硬憋自己 泡澡 搓背 喝茶 磕着瓜子 指天画地的一通乱看 不动笔杆 就把活全干出来了 而且是几个不同的故事长篇 同时干 他口才好 记下来便是文章 完全不用编辑 加工润色 编辑们 你来我往 或我来你往 你前我后 或我前你后 你要哪段 他说哪段 他脑袋里这些故事 就像天津的电车 红黄蓝绿 白花紫 七个牌 七条线 各走各的 绝不撞车 也没人上错车 他如瓢的大脑袋里 这些人物 故事 出彩的地方 都是临时冒出来的吗 鬼才知道 一个给他修脚的师傅说 他那本天城标局里的 有老爷的大老婆 和四个姨太太 就是他左脚的五个脚趾头 一天 他给白四爷修脚 白四爷忽然指着小指 感慨地说 你看我这小姨太太 多可怜 又瘦又小 天天给几道 鸡脚嘎篮 不敢出声 又说 我得给他点功夫 这话说了没几天 他这几个脚趾头 就变成天城标局中 尤家的几个女人 这个小脚趾 变成了武太太 武功齐绝 后来独霸标局 还有一个事儿 澡堂子一进门 有个大屏风 正面画着一条 涂水的赤笼 屏风背面 是一块大水银镜子 专门给客人出门时 整装用的 白四爷每天洗过澡 说完小说 穿好衣服出来时 都要面对着 这大镜子整一整衣领 这镜矿一边 有个钉子 系着一根长绳 挂着一个油烘烘的梳子 白四爷每天出门照镜子的时候 都会抓起这梳子 理两下头发 可是这梳子 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 它樱坛三劫中 胡上非手中的一件 齐绝的历刃 铜书 人们说他书里的一切 都是从澡堂子里泡出来的 其实那次他湖北老家 几位远亲来天津 向他家借钱 闹得不快 第二天也进了小说 真事入了小说 自然不是原样 有的成龙画凤 有的变狗变猪 全在他脑袋里画腐朽为神奇 一句笑话 会引出一桩命案 难道女昌 反倒成了小说中绝配的侠侣 谁也不知道白四爷的脑袋里 藏着什么天机 行内的事 行内明白 不过作家圈里 谁也不肯认头 这是白四爷天生的本事 只骂他 恕而不作 自己不会写 借人家的笔杆子 弄钱出名 说这话的人 还是名家 于是有人为他愤愤不平 骂那名家 你躺在澡堂子里 说几段看看 人家白四爷 不单脑袋观阔 还出口成章 记下来就是文章 不用编辑改一个字 你拿嘴说的话 到了纸上 还不乱了套吗 白四爷明造一时 红了三十年 所有连载的书 都由有证书局印刑 发行量金门第一 北边卖到黑龙江 南边卖到香港 直到1947年 华清池热水池屋顶 给常年蒸汽熏糟了 掉下一块 砸在白四爷脖子上 砸坏了颈椎 白四爷天天犯晕 便停了 可报刊的连载 一年之后 回了湖北老家 养伤养老 于是呢 原先有一种说法 重新冒出来 他一离开澡堂子 小说就没了 白四爷的小说 全是光屁股说出来的 可是不管闲话怎么说 只要打开他的小说一看 还得服人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